主席各位同仁 当全世界其他国家都陆续的在降低彼此之间的贸易障碍的时候呢 我们台湾却没有能够同步加入 相对的减弱了我们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呢为了提振我们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呢 必须以外国签订FTA 在签订FTA的时候呢 也必须先以中国签订FTA 上个礼拜天我们看到国民党民进党两党的主席 为了FTA来进行辩论 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指出 签订FTA呢应该秉持四个原则 第一个呢要让台湾有主控前 第二个呢要寻衅渐进及不能冒进 要让国内的肉势传业有调整的时间 第三就是要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协定 不能够离开多边体系的保护伞 第四呢要维持整体的外贸平衡 不能够过度的倾向中国 而这些原则呢也正是我方谈判的最基本的原则 两岸签订的协议当中啊 第一个完全没有双方的国民 同时呢在早收清单中 绝大部分是有利于我方的产业 主岛前几乎都是在我方 两岸签订的这个FTA后以后呢 我国的产业有十年的时间 逐渐的可以调整我们的体质 来面对大陆商品的挑战 同时政府也可以针对可能受冲击的产业 依旧受充值程度不同的程度 由于不同的辅导与协助 在大陆签订这个协议之后呢 我方还会明确的要求大陆 不能再阻挠我国与其他的国家签订这个FTA 不但要符合世界贸易WTO的协定 共进一步要扩大我国在世界贸易的角色 以我们其他的国家订FTA以后呢 提高我国商品在国际的竞争力 相信呢可以有效的提高市场的占有力 同时控制对大陆贸易的依存度 民进党所有的原则政府都已经完全的接受了 也请民进党的委员们理性的看待 两岸签订这个FTA的签订 共同为全国人民的